由於我剛來的時候野心很大 所以想要逼學生的地方很多 很容易從老師的角度去要求學生很多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漸漸的開始覺得我也要站在學生的角度 去想想學生他們怎麼去看這堂課 怎麼去看他們的期待 跟他們對於英文的態度是如何 那因為這樣子的上課的態度了解了之後 其實慢慢可以照學生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引導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我給辛敬老師的建議